設立這個特別輪候隊伍 給一些有需要的人士去投票的方面 香港作為一個關外的社會 我們認為是有需要 是給一些有需要的人士 是有些關外的安排的 事實上不同的國家和地區 設有也有類似的優先投票措施 給一些行動不變 長者或者孕婦等等的選民去進行投票 就引入電子選民登記冊方面 我們相信是有助於提高派發選票的準角度 令整個程序更加流暢和有效率 亦都可以增加發票的靈活性 而不會像我們這些實體登記冊那樣 有些局限 亦都選民是不需要按他的英文字母 是去分配在特定的櫃檯上進行取票的 至於境外投票方面 目前香港我們公共選舉的要求 是選民需要親自去投票的 在疫情持續爆發期間 我們也留意到大量的選民 因為各個邊境管制和檢疫的措施 滯留在內地和海外 而無法在投票當日回來香港投票 社會上仍然有不少的聲音 認為政府應該為這些選民 作一個更加便利的投票安排 在考慮到是否推行境外投票 和如何推行方面 我們也要確保選舉在公平、公開和誠實的情況之下進行 政府需要通盤考慮多個因素 包括是否需要和如何為境外投票制定一些 預先登記的安排 如何能夠有效安全運送選票和票箱 來往香港和境外的一些投票站 而投票和點票期間的安排 如何應用香港的相關選舉法例和規則 在投票和點票上面 過程裡面會不會涉及一些風險 如何處理發生香港以外 票站的一些突發情況 甚至乎如何維持票站的秩序 以至違反選舉法例的執法工作等等 這些都是我們要詳細考慮的 當我們制定了可行的方案之後 我們會諮詢立法會議見